铁斯威力圈起 这片52公顷土地 将是台积电德国新厂的座落地 8月20号 动土典礼将盛大举行 大咖云旗 德国总理萧姿将亲自出席 彰显德国官方高度重视 台积电由董事长继总裁魏哲嘉 率领经营团队前往 共150人签加 协力厂商与伙伴 包括博士英飞林与恩智普 也将派高阶主管出席 台积电征战欧洲 新建工程预计年底前动工 2027年底开始生产 月产年将达到约4万片12寸晶圆 另外经历美国厂的挑战 台积电德国新厂 办公大楼晶圆厂工程 都已经敲定当地知名承包商 顺利接轨德国法规与工作文化 而台厂则将在特殊系统 管路等后续工程大展身手 德国政府不仅提供50亿欧元辅助 同时投入巨资改善水电供应等基础设施 随着台积电新厂动土将带动欧洲半导体产业复兴 台厂供应链包括凡轩 重月于盈威不排除跟进 设立营运据点 未来台德合作 备受国际矩目 新唐人亚太电视成为魔咒婷律 整理报道